一般汽车的去飞 迎着两件车体宛如一般的流线造型 别看它尺寸小 乘坐四个人可没问题 这台由维基尼亚洲爱迪生二号车厂推出的超新汽车 成为2010年未来车的最佳代表 尽管不是电动汽车 不过使用185升值燃油 一公升可跑43公里 并且一般汽车还省油高达四倍 并且大多采用铝制作 前来车的重量376公斤 也许是一般汽车的四分之一 这台兼具环保与时尚感的未来车 也夺得1.6亿台币的首奖 新闻老板说投入的研发金额绝对超过奖金 如果未来上市后 也希望售价和压力道 有请3月5万 幸福社会大众 我们下案的支持ственно th连续区 未来再乘 请4月5万